屏東最近有許多的車輛被監理單位 註銷了牌照 不過卻仍舊是違規上路 監理站跟警方合作 要來加強取締 這些既不願意繳納稅費 又惡意違規到處爬爬造的霸王車 其中有一名車主 他欠缺總共有351件的交通違規罰單 累計的金額高達有11萬8千多元 而且有多比的稅金未繳 又沒有按照規定來驗車 車牌已經遭到了註銷 不過仍舊是自出爬爬造 那麼透過了這個取締的機制 成功鎖定這台車子 停放在屏東市的停車閣 監理站還有警方立刻到場 來拆下這個車牌 後續並且通知了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來進行查封車輛 總計從7月15號到21號 已經查獲有10部的車子了